去到叫你站了 我叫你捉五次 你站在哪? 昨天我們報導 有幼兒中心治療師粗暴對待那兩歲多的小孩 我們打電話發電郵去問 攝氏的善屍成長發展中心都沒有回覆 原來他在凌晨出了聲明 原本被人狂腐疲 而收到的Facebook Page也開了 那這份聲明說什麼呢? 他先向大家致歉 說會檢討和改善人力資源管理 片中這位黃老師是5月11日請的 他有行為治療師牌 有六年經驗 負責過教育局的項目 中心負責人頭兩堂有看他上課 就說黃老師是溫和和內心引導地教育小孩 你先重視一下 重視一下 重視一下 我只要求30秒 30秒 30秒 所以第三堂之後 就正式成為中心的導師 而這次事件的小孩 之前是由另一個導師教的 不過因為那個導師離職 所以由黃老師接手 參加ABA密集課堂 上了三堂 中心說家長反應都正面 到24日這一堂 我心十聲收了聲 你自己成受的結果 你自己成受的結果 小孩哭到這樣 老爸自然問什麼事 黃老師就用15分鐘 中心說解整個過程 再給些訓練 家長就離開了 同一日 媽媽再聯絡中心了解 之後日子 他們電話和WhatsApp了10次 不過黃老師就不同意 和不配合中心和家長的溝通 還說找了香港心理學會 問專業意見 覺得自己的做法沒問題 到了30日 中心就終止和黃老師的合作關係 中心聲明說 看完影片很沉重 對黃老師的態度非常驚訝 表現和官課期間有很大落差 中心會為參與課堂的家庭退款和退堂 根據以上聲明 其實有幾點都未能解釋清楚 首先 暫時只有四段經過剪輯的CCTV片 大眾看完都已經覺得有問題 究竟父母有沒有能看完整整個課堂的CCTV片 聲稱是市主的朋友也有說的 父母去中心要求完整CCTV片時 中心反而說是滋擾 第二就是這下究竟是甚麼聲音 第三件事最早是29日凌晨有人爆出來 到30日就在網絡封存 如果中心看完片是驚訝的 為何要到30日才終止合約 而有人聲稱這件事是報了警 不過聲明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以上的問題中心聲明都沒有解答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LIKE和SHARE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 下條片再見